香港的修理风波已持续近三个月 近日,香港暴力示威活动不断升级 激进示威者非法集结 暴力冲击政府总部和立法会大楼等建筑 频密投掷汽油弹 多处纵火 破坏公务 堵塞重要交通干岛 破坏月台木门等港铁站设施等 更有甚者,伏击休班警员 致其身重数刀 四根手指被斩断 对此,香港警察队原祖籍协会主席林志伟发表声明 对此等血腥暴力行为予以强烈谴责 香港警察队原祖籍协会主席林志伟 在早前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指出 激进示威者的武力不断升级 警方的装备和武器或许需要重新审视 他亦回应近日警方出动水炮车 及部分警员拔枪的行为 认为当警务人员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时 应毫不犹豫保护自己的生命 近一两三个礼拜里面 我见到那帮暴徒所使用的武力、武器 及他们所谓自己本身的战术 与之前已经完全大相竞庭了 警队应该运用所有能够应对 现在目前的环境 能够用得上的工具 用得上的武器一定要用 我希望管理层对水炮车使用 应该用的时间就要用 不要受到任何其他原因的影响 至于说到当日我有同事是当生命遇到危险的时间 拔枪、凌枪 完全完全是合乎我们使用枪械的守质 生命只得一次 我个人来说 如果任何警务人员或者其他人身体或者生命 受到严重威胁、危险的时间 应该不要猶疑 用任何方法去保护自己或者保护他人的生命 对于警方过度使用武力 警方与示威者武力不对等等说法 林志伟表示非常荒谬 他称全港只有警察拥有权利去使用武力 示威者使用武力已是违法 两者毫无可避性 警察的工作职责是维护法纪 任何人违法 警察就要执法 我要重申 因为现在有一个很荒谬的谋论 就是说我们警察的武力过大 跟那些暴徒不对等 这个说法我觉得是很荒谬绝论 全香港只有警队、警务人员 是有法例赋予我们使用武力 去处理一些事情的 其他人是没有的 警察使用武力 制服一些犯法人士或者止暴 我用武力的目的 我肯定是要你痛 使用武力是不会令你舒服 是不会令你开心的 这个是肯定的 我们只能够说 当我们武力使用了 达到我们的目的 我们停止使用 我们才是有法例赋予的 威武之师使用武力 你其他使用武力的 都是暴徒 都是犯法者 已到九月开学季 林志伟称希望事件尽快平息 市民回到各自岗位 让香港充溃和平安全 他已表示 现实社会不是游戏 违法终将会受到法律制裁 他不希望有任何人受到伤害 既示威者悬崖勒马 不要再参与 我最不希望见到就是 就是会有人就着这件事件里面 就是会受到身体受到严重伤害 不论是这班所谓的和平的示威者 包括这班暴徒 包括我的兄弟姊妹 警务人员 香港两岸几月 每个礼拜几天在闹市 有一些那麽混乱那麽暴力的情况 香港普遍市民已经对这情况很讨厌 经济上亦受到很大的打击 我想见到的就是希望尽快这些事件尽快停止 给我们以前享受了几十年 一个和平、安全、稳定的香港 将这些以身事法的暴徒成绩于法 拘捕送上法庭 这才是治本的方法 违法就违法,无法淡化 所以不要以为这个是玩 这个不是气枪游戏 这个不是wall game 这个是现实 临崖辣马 不要再参与任何非法暴力事件 林志伟一强调 香港警方绝对不会向任何恶势力妥协 对警察及其家属的威胁和挑衅 只会让他们更加坚定 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的决心 我们香港警察在外面为了香港的治安 去奋斗 去尽我们的能力 去日以计夜 揭尽所能去做我们的工作 我们很幸运,我们的警务员很幸运 虽然在这么严慌困难环境里面 我们背后的家人 都是很坚定地支持我们警务人员 执行我们日常这么严慌的工作 香港警察是不会向任何恶势力妥协 不会向任何暴徒说一句放弃的说话 我们只会更加坚定我们自己的决心 揭尽所臨,维护香港的法治 我奉献那帮暴徒 你这样做,我们会更加坚定 我们将你们拘捕 将你们承之于法的决心 我们肯定 肯定 要令你们这帮暴徒 一定要负上刑事责任 这件事我一定会为我同事 用尽我的能力去跟进 尽我 啊